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次邀請了這裏的員工Ellen 陪我們一起挑戰一下 你有信心嗎 也有的 平時經常吃的 我認為這個應該沒有難度 事不宜事就開始 超濃厚 夾起也有點難度 因為它很重 有很多芽菜 超多芽菜 當然不用喝洗湯 需要的 我們是湯連麵 所有食物都清潔 就完成了 先喝湯 但馬上進行散散 剛才看到芽菜堆成三 我覺得很難KO 但吃芽菜挺好吃 加上麵吃下去 口感會爽口很多 那些肉全部都是五番腩 自己親自醃製 慢火燒它 大概六個小時以上 我看你沒有吃過肉 有少許差勁的 流傳到口 吃完麵 最適合的那些 轉頭後面吃就會好些 我覺得 給些參賽者提示 但我已經吃了一塊 但我已經吃了一塊 超流三個蛋 不過很淡 我覺得有些機會 超過了8分鐘 8分鐘 我們還有20分鐘 對 我的策略是 不像一萬萬吃 我尊重 百萬 不像一萬 這個概念還不錯 我還可以 動動一下 幫助燒飯 太可惜了 完成不了 完成不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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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不完就要結帳了